炎炎夏日 民眾最愛往游泳池汽水消暑 大朋友小朋友通通玩得不亦樂乎 北市大湖公園的室外游泳池 周邊山景 湖光環繞 曾被誉為台北最美泳池 但如今八個水道竟然空無一人 因為不久前才發生一場意外 大湖公園的室外游泳池 業者公告六月底水質遭到污染 一度傳出招人盜汽油 引發泳客 人心惶惶 昨天就沒有開放 就是盜游了 被人叫盜游 六月三十晚間六點四十分 官方發現第八水道上面 扶著一大片油污 擔心泳客下水游泳 不小心喝到污染水源 造成身體疑慮 第一時間赶緊貼出公告 暫停開放 也是全部都是用電動馬達的過濾循環系統 被一些有心人是用那個保特瓶偷偷的 不可能有這麼大片的油 七月一號體育局接獲通報 當天就派員激查 七月三號 七月四號又連續兩天前往赴宴 確認水質沒問題後 七月五號就會對外重新開放 但污染源到底來自哪裡 公衛問題一刻都不容鬆懈 目前館方每兩小時都會檢查水源一次 體育局後續也會持續追蹤污染源 為民眾把關 民視新聞喬起 陳盛翰 台北報導 MOD自選3 自由訂閱您最需要的頻道內容 自選50 自選20 想看最正確 最即時的新聞內容 民視新聞台 是你最重要的選擇